原来张伟才是史上最强律师 一开口就是20年有期徒刑 能告要求我方赔款200万 在我的具体力争之下 法院出审了 法国全面了 改判我方20年有期徒刑 好家伙律师界有张伟的存在 简直就是所有法外狂徒的福气 其实在刚开始拍摄爱情公寓时 李家航饰演的张伟 只有一级客串的戏 可他愣是凭借着自己的沙雕属性 把张伟演成了爱情公寓的主力 为了帮关谷打赢官司 特意跑去给对方当辩护律师 这里的官司 看来你几名定义 只要张伟发布正常 对方至少 20年 就问这么感天动地的兄弟情 谁看了能忍得住不敢动 不过别看张伟 总是不太靠谱的样子 可他真的是爱情公寓 最有种的男人 不仅有自己的小金库 还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开工作室 顺便还谈那个00后的女朋友 简直就是人生您家有没有 不过李家航却做梦年的想法 他在剧中疯狂逆袭 他老婆却卯足了劲儿想坑他 毕竟哪有人异心 想让老公喊自己妈的 妈 我当时不会对我来 妈 李家航这一声叫下来 李盛估计半夜都得笑醒 但比喊自己老婆妈更尴尬的是 老婆是自己账目的 真就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不愧是爱情公寓最有种的男人 但凡李子乔少说两句 他都不会被打得这么惨 这惨叫声响亮了 听得我身上都有点疼 不过这完全都是李子乔自讨普世 作为爱情公寓头号 不靠谱的男青年 李子乔年龄不详 学历不详工作不详 整天混吃混喝聊妹泡妞 虽然这样的花心大萝卜演的很爽 还能和无数美女搭戏 可孙一周却还是找到导演 表示自己想要加强和美佳的感情线 很多人给我留言说 你演的是个花花公子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表面 知道你深深地爱着美佳 其实原句本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尽量的再把这一块把它放大 可没想到导演表面上同意了 背地里却在使劲挖坑 风流浪子回头也是需要代价的 于是李子乔就一跃成为 爱情公寓最惨的男人 毕竟导演可是逼着他和美佳 牵下了江湖上的终极捕捉 如来神掌 如来神掌 什么是如来神掌 就是赢的人 删对方实际耳光 响亮的耳光 虽然导演还稍微有点良心 让美佳借尾拿耳光 可拍戏哪有不失误呢 尤其是这种伤耳光的戏 一不小心就一巴掌不脸上了 不过当初李子乔和美佳的赌注 一共是十个如来神掌 除了美佳自己打的 还送给其他人好几个 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打完 导演只是让他来演个日本人 谁知他一开口国籍都差点 好家伙 关谷这波属实 把小日子的传统文化 拿捏得死死的 其实在拍摄爱情公寓时 为了突出关谷 是日本人的特点 导演特意让王传君 变个腔调说台词 没想到他属实是 有点子语言天赋在身上的 用着这个奇怪的嗓音 还能骂人不准赃嘴 这部剧真的不错 特别是你们那个编剧 实在是太有才了 不得不说 这个词汇量的丰富成果 足以说明关谷的中文 已经达到国内的平均水平 不过要说也正常 毕竟关谷的中文 可是胡一非焦的 难怪就连张文都说不过他 张文 你多出去下下太阳吧 晒得再黑一点 就没人说你是白痴了 而除了会对人 关谷居然还学会了唱歌 一首改编版肚琴 唱得白娘子的棺材版 都差点盖不住 与你同有浪漫抢眼花 一起欢笑一起点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这改编的小词 还挺好听 加上他和曾小贤的亲情缅衣 画面又辣眼又搞笑 不过为啥不让他和小姨妈一起呢 要知道他俩合唱的那首 这个周末你有空吗 可是洗脑了一大半的观众 不知道你更喜欢 关谷和小姨妈的哪段表演呢 下集音 下集音